大家可以把我笑过来看 其实我是想在这里先感谢大家 这个晚上 因为我们一起度过一个 这么忙的夜晚 这个电影 你们如果看那个游戏 你可能会不会知道 对吗 但是我希望你们 度过了这几个中国之后 会有自己的感触 会有一些点 不同的点 能够感动到你们 我们其实做这部电影 就是以真心换知情 这是一个讲述 家庭之间亲情 爱情的一部电影 所以如果 能来一个母亲节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 适合介绍给家人朋友们看电影 我们会很开心 你可以多多收藏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是 真的我们花心思用心拍摄的一部电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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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的都在说 其实电影里的其他角色的演员 都坐在后面 所以也有妈妈的Marine姐 还有有地狱症的人知道吗 还有Jasmine Ryan 欢迎有老公 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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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们都很棒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们 谢谢 妈 我要讲的 你们都讲的 谢谢大家 今天从我们宝贵时间来了 所以大家今天看完整部电影 觉得好看 就要帮大大一个分享出去 要分享出去都很简单的 TikTok 还有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看看share出去 OK 刚才这位先生讲 我们这部是不是得奖 你天天讲天天讲 我们就得奖了 OK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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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觉得因为到我讲了 最后 我也想了一下 其实我是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也想感谢一些人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就是做了很多年的观众 一直坐在台下看电影 我也是个电影爱好者 那么每次呢 其实看完电影 当那个Credit一roll的时候 我就会跟大多数观众一样 就起身离场 但是自己真的做了filmmaker以后 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就是 一部电影其实是需要很多人的努力和付出的 就像亚富刚才提到 其实今天在台上的演员有四位 但是台下我们很多演员他们都来了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电影所有的幕后工作者 幕后工作人员 我们的production team 我们的post team 还有我们各个function的电影的团队的成员 他们的名字其实只是在电影的结尾很快的就是想过 大家甚至可能都没有机会去仔细去看 但是他们每一位都为电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在拍摄的时候 在后期制作的时候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难忘 我们立立在顾的 所以我也想借今天的这个机会 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作团队 其实他们也来现场 然后也想借这个机会 感谢所有电影的幕后工作者 只有他们的心情根据 才有我们看到的优秀的影片 谢谢大家